南南天水连连 一叶连周阿国水里天 水风雨沉河水梅 水风雨沉河水梅 这条江河自干入月 蜿蜒蓝流 它是岭南大地的五清河 《东江》 千百年来 雄混磅礴的江水 与周边的土地水汝交融 将中原 客家 皇府朝善等五彩缤纷的民俗传统 一一收纳了终 它们共同组成了 以广东惠州为中心的 《东江民俗文化》 而在历史的长河中 最有名的《东江民俗推广大使》 正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几乎每一位中国人 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 与他相遇 而《东江民俗丰富》里 更是写满了他的故事 我是曾小敏 《东江流域》的人 是怎样与他相遇的啦 《东江民俗文化》 东江其实是一个水下博物馆 我们馆里的产品大多数是从中打扰起来的 就好像这一个清幼酒壶 它产自于宋代 它的底部是一个很特别的镂空设计 可以用来倒酒 也可以用来温酒和煮酒 可以想象那个连带的人们 就是在那种煮酒烧红叶很惬意的画面 黄凯岩与书东坡相遇在这把酒壶里 这把东江流域出土的宋朝酒壶 述说着近千年前 岭南民间酒局热闹的日日夜夜 那是惠州地处岭外 张独蔓延 民间只有酿酒饮酒 驱除张独 在千年前的酒局中 不光有让识其传的精致的酒杯 还有宋池散曲的寄星演出 人们一边品酒一边交流 推杯提展间 让东江的酒一坠 就是近千年 宋池配上加量 酒的本身更承载着东江舌尖上的大文化 色泽如玉 芬芳醇厚 这是苏东坡诗文中的罗福春 而罗福春的亮照 正是他从当时惠州的客家糯米酒中偷师而来 作为惠州客家糯米酒的传承人 中心宁在亮照近千年历史的客家糯米酒时 至今仍遵纯传统的古法记忆 除了玄米 浩梁 初征 半曲 陈亮 一壶甘醇的糯米酒 还要在燃有暗火的火堆中 制出香玉味醇 千百年后的今天 它依旧飘香十里 肉口很纯 对 甜甜的 对 好好喝 很顺好 陈锦鱼与苏东坡 相遇在这顶客家糯米 精 鞭 茧 扎 折等二十多道工序 这顶帽子才算制作而成 没错 相传这顶客家糯米酒 正是时尚嗅觉灵敏的苏东坡 为不恙爱妾王昭云 招受日晒之苦所设计 现在这种帽子 它的大小款色 是不是基本上差不多 这个算不算是常用的 一个大小 对 这是正常的尺寸 其实我觉得黑色也挺有神秘感的 但是不同的颜色 可以配搭不同的衣服 是 黑色它传统是几百年都不变的 现在彩色就针对一些舞台上的表演 一些穿汉服的小姐姐们喜欢 配她们的汉服定制的颜色 我试一下 王汉池与苏东坡 相遇在定格的龙耕生活里 你眼前的这些梵高的龙烈色彩 毕加索的奔放线条 与莫赖的和谐光影 都来自惠州传统民俗艺术 龙门龙银画 它承转着这片土地的龙耕记忆 让田野山间长出一座民间卢浮宫 农民化最大的缺点就是 爬装变形 有童筋般的感觉 想怎么用法是怎么用法 另外就是我们农民化 就是取出了个民间的气秀 简洁的物雕 把它原来的民间图案 融入在龙闻农民化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戏曲 也是来自于民间 也是很接地气的 其实它的色彩 我觉得跟农民化那种 龙烈感生活感很接近 这些源自田间地头的艺术作品 还曾经到过瑞典 挪威 日本 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展出 积累了不少海外的粉丝 而这一切的成就 离不开这片民俗多彩 俯而进骨的土地的培育 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龙耕生活 作为一名穿越千年的创客 苏东坡曾将中原流行的插秧工具 秧马引入惠州 为惠州龙耕生产变迁 留下了一抹隆重的色彩 兼容共生的东江民俗 将不同民族 不同背景的人凝聚在此 留下了千年来 经久不衰的民间文化遗孕 一代代东江人 更在乐观包容的东坡精神鼓舞下 从古人眼中的蛮框之地 开辟一座座半城山水的诗意之城 他们共同构成的这条江 忘不掉抹不去的人文气质 更永久地佇立在这里 化作了守护这座城市的 生生不息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